大家好,欢迎来到《墨绿词观》 今天介绍的恐怖飘是《撒旦的奴隶》,也叫《鬼摇灵》 故事发生在印尼的一个老宅子里 里面住着幸福的七口之家 小美三个弟弟,她的父母和奶奶 可近年来母亲却突然瘫痪在床 为了给母亲看病,家里的积蓄已所剩无几 生活也变得入不敷出,异常艰难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小美找到经济公司想讨下板税 因为母亲之前曾是这里的一线歌手 可对方却说,现在公司不景气 你母亲的歌早已过时,根本就卖不出去 失望的小美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父亲没有说什么,却显得异常平静 看似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为了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她已经把现在的老房子抵押了 这时楼上传来铃铛声 母亲虽不能下床,但手还是可以活动的 只要有事情就会咬铃铛 小美来到楼上,看到母亲正惊恐地盯着天花板 不停地身影着 大额子很是懂事,为了补贴家用 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摩托车 还和姐姐开玩笑说 如果之前的东西卖完了 就出卖肉体当一个被包养的小狼狗 这时铃铛声再次响起 大额子来到房间和母亲闲聊 还贴心地帮母亲梳理头发 这时一阵大风吹开了窗户 等关上窗户后 竟看到母亲惊恐地盯着窗外 这天晚上 小美又听到了摇铃声 打开房门后 看到一个带着投杀的女人 站在窗前 小美正准备掀起投杀时 却看到母亲在床上猛烈的摇铃铛 眼前的陌生女人则慢慢转身 吓得小美从梦中醒来 真实的梦境让她有些不安 便上楼查看 可是打开房门后 没想到母亲就真的站在窗前 来到母亲身边 小美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床 再回头看时 母亲居然张着大嘴 惊恐地倒下了 瘫痪三年的母亲 就这样领了盒饭 葬礼上 小美一家劫持了刚搬来不久的 沈父和儿子亨利 晚上父亲对小美和大儿子说 为了不让房子被银行收走 她决定到城里打工赚钱 希望两人照顾好弟弟和奶奶 大儿子刚回到房间 就听到了摇铃声 小心翼翼地来到母亲房间 却看到悬在半空的铃铛突然掉地 这一幕吓得她直接关门 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之后家里就怪事不断 小美从镜子里看到了母亲的影子 大儿子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二儿子从玩具里看到了母亲的照片 半夜里两个小弟弟上厕所时 看到走廊里母亲的照片很是吓人 就想用白布遮挡 没想到白布扔过去之后 却发现盖住了一个人 两人正准备离开时 头盖白布的人大叫着向他们追了过来 小美听到叫声跑了出来 看到两个弟弟正害怕地蜷缩在角落里 嘴里不停地喊着有鬼 可小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为了让母亲的亡魂安息 第二天大儿子把梳子和铃铛 埋进了坟墓 亨利也告诉了小美一些怪事 在葬礼那天 曾看到一个怪姨女人 原本以为是当地村民 没想到在经过小美家时 再次见到了那个怪姨女人 而她的模样好像是小美死去的母亲 亨利认为那并不是小美母亲的鬼魂 而是附在活人身上的邪灵 还劝小美一家尽快搬走 不然就会殃及性命 可小美却质疑要等父亲回来再说 回到家后小美就发现奶奶 以掉进深井死去 在村民的帮助下 小美为奶奶举办了葬礼 葬礼结束后 在奶奶的房间里找到了一封信 小美便找到亨利 让她带自己进城去找那个收信人 两人按照信封上的地址 找到了一个长发老人 原来她是小美奶奶的好友 从长发老人那里得知 小美父母结婚多年 一直怀不上孩子 后来生了孩子后 母亲就经常生病 奶奶怀疑母亲不是跟神明求的子女 而是跟魔鬼撒旦做了交易 于是奶奶写了这封信 请长发老人帮家人免出灾祸 只是还没有寄出去 就突然离世 离开前老人送了小美一本书 还特意叮嘱小美 只要一家人相亲相爱 邪灵是带不走任何人的 回到家后 小美和二弟开始研究 长发老人送的那本书 书上说有一种崇拜撒旦的邪教 能让无法怀孕的女信徒成功当上母亲 但是当她的最后一个孩子满七岁时 就必须成为牺牲品 献计给邪教 巧的是小美四姐弟 正好相差六岁 二弟猜测 母亲因为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孩子 所以就会在孩子满七岁时 想办法再生一个 但是这个小伎俩 却被撒旦识破了 因此惩罚她患上怪病 无法生育 而最小的弟弟 再过几天 正好七周 虽然小美不信这些迷信的东西 但最近家里怪事连连 也让她心有余悸 还按照神父的做法 在家里诵经祈福 晚上四弟在睡觉时 听到了声音声 一抬头看到了死去的奶奶 与此同时 小美身后也出现了邪灵 然后又猛地出现在自己眼前 惊恐之下 把圣部蒙在了头上 而邪灵也变成母亲的样貌 慢慢地爬了过来 四姐弟不知所措 跑到神父家避难 听了小美的所见所闻后 亨利表示 那不是你母亲的亡魂 而是邪灵 这种撒旦邪灵 在宗教诞生前就存在了 他们专门吸附人类的灵魂 而书上说 人类根本无法击败这些邪灵 只能抵抗他们的规则 就是所有人要团结友爱 除此之外 上面还提到 参加邪教的女人们都不是受惊于他们的丈夫 而是邪教里的男性成员 这也就解释了四姐弟的长相为何相差很多 这时长发老人打来电话 说有重要事情 等亨利赶到后 对方把自己心血的文章交给了他 祝福他拿回去给小美看 亨利在回来的路上 发生车祸 当场死去 尸体被村民抬回神父家后 小美从地上看到了亨利身上掉下的信件 随手放进了口袋 葬礼结束的当天晚上 小美再次被邪灵偷袭 听到尖叫声的神父没有多管闲声 而是默默地关上了房门 就在姐弟四人害怕地抱在一起时 他们的父亲从城里赶了回来 回到家后 父亲让孩子们收拾好东西 准备明天搬到城里住 这天晚上 四弟上厕所时 房门突然自动关闭 听到呼喊声 父亲用力撞开门 看到四弟被人拖下的身井 父亲看到后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好在有惊无险 小恶子成功救了下来 可这时房子外面却来了一群陌生人 而房子里的一家人也经历着恐怖袭击 眼看着四弟就要被邪灵带走 三弟战胜了恐惧防线 再次救下了小弟 此时邪恶力量也神秘消失 父亲看到外面的人群后 拿着匕首跑到外面 对着那群陌生人大喊 会誓死保护自己的孩子 绝不会让任何人带走他们 站在雨中的邪教信徒们听后 扔下手中的红豆子就离开了 第二天一家人收拾好行李 等着搬家公司 可提前约好的汽车 却迟迟没有到达 神父听到他们要搬家后 特来告别 就这样所有人一直聊得很晚 汽车还是没有来 而今晚午夜 正好是四弟的七周岁生日 从梦中醒来的小美 突然想到了亨利身上的那封信 而心里的内容 就也完全推翻了之前的说法 说撒旦教徒的最后一个孩子 就是撒旦之子 邪教信徒要带走他 不是为了献祭 而是为了崇拜 一直以来小美见到的 都是母亲的邪灵模样 而四弟见到的却是奶奶的鬼魂 由此小美认为 奶奶的鬼魂是一直都在 帮他们杀死四弟 因为四弟是邪教撒旦之子 就在这时 母亲的摇铃声响起 打开门一看 死去母亲的亡魂就在外面 弟弟也行为诡异 傻笑着走出了房间 神父寻着身相 看到了一大群 过着白布的活死人 出现在房顶 另一位的父亲睡觉时 耳边也听到了熟悉的铃声 翻身后看到死去的妻子 正表情猙獰地躺在旁边 跑出房间后 看到神父已死在活死人手里 等四人来到院子后 发现四弟就和那些恶灵 站在一起 四人赶紧返回房子 恶灵也紧跟齐好 关键时刻 奶奶的灵魂出现 丝丝挡着大门 这时常发老人开车赶了过来 带着几人离开了这里 一年后一家四口 在城里定居了下来 还时常收到好心邻居送来的饭菜 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邻居也是邪教的信徒 正在司机收复他们一家的灵魂 灵魂出现 整天在司机收复 决定居 呃 颈 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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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费